拎着大包小包排排站 台北转运站人潮满满满 排队民众一个接着一个没断过 全都准备搭车回家吃年夜饭 我昨天还在工作 所以今天才回家 大陆那边是今天还要上班 检索到最后一刻才回来的 初期返江人潮涌现 国营南向湖口服务区 指新竹已经出现拥塞 截至下午三点 国道交通量达到54.1百万车公里 10号迎来大年初一 高工局预估交通量将比平常 还高出1.3倍 达到122百万车公里 尤其国营南向杨梅新竹 彰化系统到浦岩系统 国萨南向土城关西 快关雾峰 以及国务南向南港到头城 等十大地雷路段 都要留意塞车情形 西部国道的用路人 建议在早上6点前 或中午12点后出发 国道5号南向用路人 建议您在早上5点前 或是下午5点后再出发 另外春节廉假记得穿暖 江列大陆冷气团来袭 除夕在台北出现 11.9度低温 尤其初一深夜 到初二清晨最冷 苗栗以北空旷地区 低温下坦7度 台中以南即华东纵谷 低温也只剩10度 台北气象站 也要留意9到10度低温 气象署持续对13线市 发布低温特报 台中以北东北部 及金门会有10度 或以下的低温 出货之后可以看到 尤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 然后甚至连北部地区的话 整体的日夜温差 都会是比较偏大一点点 春节廉价后半段 水气减少缓回温 天气变化大 也提醒民众 出外拜年小心着凉 记者张佑茨 陈萱萱台北报道